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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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我们来说一下基础正则表达式 那什么是正则表达式啊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了通沛服 我们讲过了通沛服 那正则表达式和通沛服呢 都是用来匹配一定的数据 那它们之间有区别吗 Linux的12语言和其他的语言都不太一样 我们在12当中正则和通沛服 或者说在Linux当中 正则和通沛服的这个区别还是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那其实在之前 我们在讲Graph命令 在讲范子命令的时候 就已经多次强调了 今天我们再说一下 因为我们开始学正则了 哎 我记得我在讲通沛服的时候 也说过这个内容 那我们先看看 通沛服啊 其实在Linux当中支持的通沛服不多 轻号 这个问号 中复号 通沛服 轻号代表任意字符 重复任意多次 问号代表任意字符 重复一次 最少有任意一个字符 一个问号代表一个字符 中复号代表一个字符 哪一个字符呢 中复号当中写的这些字符 假设写了ABC 那就代表或者是A 或者是B 或者是C 代表一个字符 那通沛服是用来干嘛的 在Linux当中 它是用来匹配文件名字的 啥意思 它是在系统当中 搜索符合条件的文件名的 但是正则呢 是在文件当中 匹配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一个匹配的是文件名 另外一个是匹配的字符串 其实我们说 在很多很多的语言当中 正则和通沛服 其实是没有太判 或者说通沛服 仅仅只是正则当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在其他的语言当中 但是在Linux当中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类 通沛服是用来匹配文件名的 而正则是用来匹配字符串 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当然真要说原理 其实是什么 匹配文件名的命令 LS Find CP等等 这些能查找文件名的命令 它不认识正则的老师 它能够识别的仅仅只是 摄尔自己的通沛服 所以我们说通沛服是用来匹配文件名 但是搜索文件内容的一些命令 比如说 Graph AWK Sund 这几个命令 除了Graph我们讲过 后面这两个命令 我们都是后面要讲的 那这些命令呢 它是支持正则的老师 所以它是可以匹配这个正则的 那对我们来讲啊 我只需要你们记住 在Linux当中 或者说在Share当中 正则是用来在文件当中 搜索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而通沛服是用来在系统当中 搜索符合条件的文件名 虽然是原因啊 是因为LSFind的这些命令 不支持这个 但是确实造成了 我说的这种情况 那我需要你们把它当成 这种功率技巧 那这里还有一句话 正则是包含匹配 而通沛服是完全必须 啥意思 我这里打开了一个Linux 这里面有这样几个文件 我踏出一个 两文件 A A BB 那我问你 我如果LSA LSAA 它会只列出 A 还是会列出 AA和BB 这两个文件都会列出 我们看一下 它只会列出 AA这一个问题 而不会显示 ABB 原因 我说了 LS命令 Find命令 它使用的是通沛服 通沛服的匹配方法 叫完全匹配 当然说实话 这个王曲完全匹配这个 这个概念 或者说这个关键字 是超过我自己编 我们在别的资料里 资料里 或者其他的书里 它可能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它不一定这么叫 那我们理解这个作用 因为我们说了 其实Linux 这些资料 都是从英文翻译过 有时候它可能没有这种 专门的名词 或者说它可能翻译的也不一样 所以我就说 在这里 我教委 或者我们 作为一个 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 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里 和我们的配套书里 我们写的这个 我说叫完全匹配 啥意思 就是说你必须是 显示的内容 跟它一模一样 才会列出 但是包含的内容是没有 那要想看 AABB 就要加入通沛服 这个时候 看A和AB都会列出 但是啊 Graph这里 或者说 正则它就不是列 它是包含匹配 比如说 我们说过 这个文件 是我们的安装了 看他一下 这个文件 是我们的安装过程的 这个安装过程的记录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什么中安装 通过光波安装 分区的大小等等 但是我如果用Graph Graph命令我们学过了 在文件当中提取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我想在这个文件当中搜索 size这个字符 那如果是LS命令 它就只会搜索 这一行就一个size 而没有其他的 而是Graph呢 我们可以看看 它搜索出来的是 只要含有size 就会列出 那这就是我说的包含匹配 也就是说 用证则表达式的时候 也就是说 用这几个命令的时候 你搜索的内容 只要包含在这个文件行当中 它就会提取出来 这一行 用Graph命令 就会提取出来 所以是包含匹配 但是通配服呢 它必须跟它完全一模一样 才可以匹配出来 这就是我说的 包含匹配和完全匹配的区别 这里啊 你可以当成是通配服 和正则表达式的区别 当然这个区别仅限于 Linitz的事实能力 其他的语言我们说过 可能通配服和正则都不区分 好了 通配服和正则的区别 我们就说了这 那今天呢 我们是来讲解正则表达式 通配服我们说了 就在其他服务 新划 论划和中划 那正则呢 有一些符号跟它通用 但是含义完全不同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正则的作用 注意再说一遍 正则是用来在文件当中匹配字串 而且是包含匹 好了 那既然要在文件当中匹配字串 那我总得先建立一个文件吧 然后在这个文件当中 是不是挑我需要的这个自材来评论 或者说我就是为了一件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面 那 当然可以使用现有这些系统文件 但是这些文件 怎么说呢 它是系统记录了 不一定此够 今天的课程要求 所以呢 超哥专门写的一个文件 叫TestRuler 感谢系 或者说测试的这个规则 专门是用来进行今天这个 这个 正则表达式这个测试 那这个例子里面 让我们打开看看 VIM TestRuler 我专门写了这样几句话 我们看一下 Mr.李明赛的 李明老师说 他是兄弟人正直的老师 正直的男人 那我的意见呢是 鄙视他 为什么呢 自从沈超老师来了以后 他再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原因 原因 because 因为呢 实际上 沈超老师才是最认真男人 那李明老师呢 现在就是 以后呢 后来他就转说了 他是兄弟人身材最好的男人 好了 就是这样一句话 当然我们说 这些内容啊 我故意的写了一些错别字 加了一些特殊符 还有一些空白行 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匹配我们之后的这个例子 所以 这个例子呢 是我专门设计的 为了看出来我们后面的效果 当然 我说 其实这些效果 我们可以在任何文档里去看到 但是用这种 专门设计好的例子呢 可能会更加直观 好了 有了这篇文档 我们来看看 基础正直的老师 明白 这里说基础 说明啥 他可能还有扩展正直表达式 扩展正直表达式用的不多 所以在这个视频当中 超哥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参考我们的系数Linux的书 书上去 那系数正直表达式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我们只介绍这个 看看 他能支持的有这些 有星号 通配符里也有星号 通配符里的星号代表 任意字符重复任意多次 也就是说可以匹配所有人 但是在正则里面的星号呢 它代表前一个字符 匹配零次或者任意多次 也就是说 在星号之前要写个其他的字符 比如说写个字母A 它就代表 这个字母A 重复零次 或者重复任意多次 这个就跟通配符的星号不一样 通配符的星号代表任意字符 而正则当中的星号代表前一个字符 重复零次或者任意多次 也就是说 它能如果这么写 它代表什么都没有 一个A 或者无穷一个A 那怎么用 我们先看一遍 待会我会去详细理解词 在正则当中 第二 代表 匹配除了换行符之外的任意一个字符 I相当于我们通配符当中的问号 匹配任意一个字符 那 尖号呢 代表 行手开头 尖号 哈喽 上括号 哈喽 代表匹配 哈喽开头的行 到了呢 匹配行尾 这就会匹配 哈喽结尾 我们待会来举例啊 现在先看一看 这个中括号 它的作用和通配符是一样的 首先 一个中括号 只能匹配一个字符 匹配哪一个字符呢 你中括号里面写的是什么 匹配的就是谁 哎 我写了阿我阿一无一 那就代表匹配任意一个 原因字符 要不然是阿 要不然就是我 要不然就是一 要不然就是这个一 反正就是这个 只能匹配一个字符 这两天 教我们家儿子 这个学这个汉语评音 我说这个东西 读卧 阿卧哥吗 我老婆 还有我们这个 所有的这个汉语评音 里面这个发音说 这东西读 读啥 读 反正是读一个 我不太熟悉的读卧 可能是 我就很纳闷了 我说是我读错了吗 我也搞不太清楚 反正我就说 这是中括号的作用 那这样写的话 就代表匹配任意一个数字 这样写就代表匹配任意一个小写字符 小写字符 那在中括号当中 加尖括号 注意 尖括号如果加在中括号之外 代表行手 但是加在中括号里面 代表取反 也就是说 除中括号这个字符以外的任意一个字符 那也就是说这么写 代表匹配任意一个非数字的字符 这样写 代表匹配任意一个非小写字符的字符 代表取反 在中括号里面加尖括号是取反 中括号外面加尖括号是行手的意思 那反正号的意思是转移符 我们这些特殊符号 在正则里面都是有含义的 比如说大括号 要想让它不具备特殊含义 就要在它之前加入转移符 也就是说 这个和这个其实都是大括号的转移符 代表让它的含义消失 变成普通字符 好了 那这个的意思是代表 这个前面这样一个字母或者数字 比如说我这样写 它代表任意一个数字 重复刚好是四字 它代表前面的字符恰好出现N字 如果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 匹配一开头 三和八任意一个字符 然后呢 零和九匹配任意零字 匹配手机号 你看懂 为啥 我们的手机号可能没有12 没有19 可能是没有 所以呢 这时候就要用一个中号 把2和9还有10和11都排出在外 后面是任意的字数字 然后重复了9字 加起来是一个11位的手机位 这就可以匹配手机号码 当然这个匹配不是特别的准 证则我们说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匹配一个手机啊 匹配一个邮箱等等这些 让我们匹配的更加准确 当然这个匹配的不是太准 不是太准 举个例子而已 那这个符号呢 代表前面的字符 如果前面跟个字母A 重复 N次以上 最小N次 比如说这样写 代表最少两位数字 那这个写呢 代表前一个字母 或者前一个字符 刚好重复最小N次 最多N次 如果这样写 就代表A到Z 小写字母匹配6到8个小写字母 最小6个小写字母 最大8个 好了 这么说 很迷茫 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OK 举几个例子 先来看新号 它的意思是 前一个字符 匹配零次到任意多次 那我想问问大家 我如果这样行 我们来试试 推出来 哎 要用graph来匹配 A 行 test 加这个文件 它会匹配什么 我们绝大多数的学员 包括我们兄弟人 已经学过正则表达式的学员 都会告诉我们 它会匹配 包含有A的行 这一行当中 必须包含有A字母 就会匹配 这是学的好了 学了不好的人说 会匹配 以A开头的行 哎 这可跟开头 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认为这个A 就代表这个行手 没有啊 在正则当中 行手需要用 肩胖代表 我这里既然没有写行手 就不会匹配赢 跟开头没有一分钱 它匹配的是什么 难道是匹配的 包含有A的行吗 我们看看 它会列出所有内容 包括空白行 看这一行 铁定没有A 列出了吗 这个空白行 也没有 哎 为什么会列出 很简单 我说了 它代表 前面跟的字母 重复零次到任意的次 那我问你 如果重复零次 代表 任何一个字母都没有 那就是说 哪怕这个文件当中 没有字母的行 空白行 或者是不包含有A的行 因为不 这个A重复零次 什么行字母都包括 它就等于列出 整条文档 这种写法 在正则当中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大家小心 这是我们 学正则的同学们 最容易搞的一个问题 搞错的一个问题 这家伙 这么写 没有一 什么意义都没有 它会匹配所有 包括空白行 那如果想要匹配 最少包含有一个A的法 你就应该这样写 写两A 他的来我们试试啊 他的意思是说 A 重复零次到任意多次 但是前面还最少要有一个 所以他会匹配 这个文件当中最少包含有一个A 列出 好了 这些家伙 最少有一个A 但是有的 看 是有多个A 这还有更多的A 那如果我写三个A呢 它就代表 匹配 最少有两个连续的A 有可能是三个连续的A 有可能是四个 但是像这样的 有一个A的 才听不清 像这样 有两个A 但是不连续的 就不会连续 我们试试 那么他就会匹配 最少有两个连续的A 看 这有三个连续的A 有四个连续的A 那如果我想匹配 最少有四个连续的A呢 就应该写五个A 这个时候 就不会匹配他了 因为这家伙只有三个连续的A 这时候回撤 看 就会匹配最少有四个连续的 原因 这是最少的 这块是重复零次的 好了 这就是星号 各位 在正则当中 星号可和通配符完全不同 在通配符里面 星号代表任意字符 而正则当中 代表前一个字符 匹配零次到任意多次 需要你们小心 这样去写 没有任何作用 好了 来看第二个动作 第二代表 任意一个字符 相当于通配符当中的问号 那这就简单了 看 匹配S和D之间 有两个任意字符的行 是不是 个F S 点点D 看是他 就会匹配看 SAID SOID 我故意写错了一个字符 看到了吗 不管这两个之间是什么 都会列出 都会列出 那如果我这样写 我们说 点代表任意一个字符 星号代表 前一个字符重复零次到任意多次 这样写的话 代表匹配任意 也就是说 在正则当中 点心 和通配符当中的星号 是一个作用 匹配任意字符 重复任意多次 当然 我把点心 写在了S和D之间 那这样的话代表 在S和D字母之间 有任意字符 如果我只写点心 代表匹配所有 代表匹配所有 我们试试 S和D 写点心 就会看到 不光有SAID SAID SOID 其实你小心啊 SOID 这些全部都存在 只要在S和D之间 只要 这么说 只要你的文档的每一行当中包含有S 同时包含有D字母 就可以列出 不管这之间有没有写什么东西 不管有没有 不管前面有什么东西 不管后面有什么东西 都会列出 因为正则是包含匹配 包含匹配的意思是说 你写的这个规则 越仔细 写的这个越小 它的匹配范围就会越小 也就是说 我如果写的是SAID 我写的越准 它匹配的范围就越小 但是如果我写的越不准 那么比如说 它匹配的范围就会越大 那我如果只写一个A 它就会匹配 包含有一个 包含有A的 这就是包含匹配的特征 写的越准确 匹配的范围就越小 写的越笼 匹配的范围就越大 好了 这是第二个作用 咱来看 来说一下行数 和行为 监控号代表行数 Doll代表行为 匹配大写M开头的行 匹配小写N结尾的行 那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故意写了一些 大写M的行 当然这个时候要加开头 不加开头的意思是 匹配包含有大写M的行 我们这里还有 不是以M开头的大写M 所以要加开头 记得 要加开头 那结尾呢 匹配N到了结尾 没有以N结尾的行 没有 哎我记得一会儿 那我们就可能 我看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 没有以N结尾的行 因为我这里 是不是加了个符号 那我把这个符号去了 威尔泰斯特 把这个杆断符去了 哎 这个时候再去匹配 就会看到以N结尾的行 这就是这个开头和结尾 但是如果我这样写 写了开头 又写了结尾 但是中间没有写任何字符 代表匹配空白行 空白行看不出来 加个杠恩 Grap的作用啊 它就会列出 在这篇文讲当中 第四行 第八行 第十一行 还有第十三行 是空白行 列出了四个空白行 哎 匹配空白行 好 接下来 中号 匹配 中号只进了任意一个字符 注意它只能匹配一个 啥意思啊 匹配S I D 中间跟的是字母A 或者字母O的法 我们试试 匹配的是 S AO ID 哎 我故意把这玩意写错了 S AID 和S OID 都有 那 还可以匹配什么 比如说 包含有任意一个数字的卡 就会列出 只要有数字 就会列出 当然 如果我在这之前 加 开头 就会匹配 以数字开头了 我把N去掉 你就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匹配以数字开头了 我说过 在中国号当中 有 可以在中国号里面加 健康号 它的意思是说 匹配取反 本来是取匹配 以数字开头了 这样的话 就会匹配不含数字开头的号 就会列出 只要不是数字开头的号 就会列出 当然 这个中科号是不能匹配换行符的 所以这几个空白号列不出来 因为空白号都是用换行符数字的 小心 匹配 任意字符 那这块我说了 它的代表 如果加 监管号 就是匹配 这个取反 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块还可以匹配什么 不以 小写字母开头 或者不以字母开头的话 都是可以 我们这样来表示 所有字母 在字母编码表里 也就是ASC编码表里 小写字母写了 大写字母之前 所以我这样写 就代表任意字母 任意字母 好了 转移符 这个 我如果想要匹配一下 以点 句号结尾 但是都知道 点在正则里面 代表任意一个字符 这个时候 我就需要加转移符 让这个点 丧失它的特殊含义 回归到这个 红字符本身 那这个时候 看 RF 反行啊 点 到了 TEST 就会看到 只要是你点结尾的 都会列出 但是 如果 不加累 它代表 匹配 只要有一个字符结尾 就行 除了空白行 那就是 任何字符 只要有结尾 就行 但是空白行 是没有字符的 所以就不会列出 好了 转移符 这个呢 代表 前面一个字符 恰好出现N字 比如说 我这样写 匹配三次连续出现的A 我们试试啊 A 反斜杠 大括号 反斜杠 然后 刚好出现三次 这是转移符 专门是为了匹配 这个大括号 它的意思就是 匹配 包含有连续三个A的哈 因为正则是 包含匹配 所以只要含有三个A 哪怕它是四个A 也会列出 那 这个呢 就是匹配 最少有三个连续数字的 那可以试试 0到9 好了 就会列出 最少有三个数字的 那 这种呢 是匹配 这个字符 这个最少 三次 最大 最大 超过三次 就行 哎 那也就说 我如果把它写成 零 三 斗号 这也同样的作用 因为我们说正则是包含匹配 这样写和这样写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哎 所以为了简化 你可以只记这一个 这个是不是代表前面的这个字符重复最少三次 但是这个呢 虽然是只匹配三次 但是正则是只要包含就会列出 所以呢 它也会包含列出三次以上的 所以这两个 记一个就可以 啊 当然在一些极端的特殊情况下 可能还是需要有区分的 那最起码我们现在实验是还是一样 好了 那 还有匹配 最少零次 最多 M次 最少N次 最多M次的 那我这里啊 哎 这里啊 因为我这里 这些这个文档是专门设计好 所以这个例子可能不会太灵活 就大家肯定会看 我们只是为了演示它的作用 啊 只是演示它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匹配 SA 啊 我来看一眼 最少 最少一次 最多三次 哎 那这个时候就会匹配 S和I的之间有最少一个A 最多三个A 那这个时候 我如果这块写2 就不会啊 还是一样 啊 不对 因为我没有写后面 如果我这里写的是ID 都写进去 那么看 这里因为我写的非常准确了 它代表 S和ID之间 最少一个A 最多 两个A 这个时候 这家伙有三个A 就不会匹配出 但是如果我没有写后面这两个 这个ID 那就说了 他因为写的范围 写的不够准确 所以他的匹配范围就会更大 那他就是什么 只要在S后面有一个A 或者两个A 就会匹配 哎 这刚好也能体现出 正则是包含匹配的这样一个原则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讲的基础正则的作用 各位 我们回过的时候再看一下 这些正则内容其实非常多 但是不难 讲起来都不难 雷一的问题是 你需要多练 这么复杂的东西 如果你不详细的去记的话 它有可能 很有可能会对方 呃 我们在兄弟们 在给我们学员培训的时候 像正则表达是 包括我们取的一些例子 都会要求学员 最少超十遍 当然我们很多学员比较排斥 但是他既然来了 就没有他说话的一遍 这个不像在视频里 我们就会要求他最少超十遍 超完之后就会记住 当然不还会有人忘 忘了怎么办 没关系 再尝试 还记不住再来试 迟到你会记住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的 需要我们详细记忆 但是小心 在十二当中 我们的正则 其实跟其他的语言 还是稍有不同 比如说 在基础正则里面 我们没有小括号 没有加号 没有问号 其实如果讲完整正则 这些符号都非常 那这些符号呢 在Linux的share当中 变成了扩展认证 这个用的不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 自己去看 这个相关的资料 我们今天只介绍基础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西说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